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畏惧强权 敢于执剑等各种异美之词急于一身 千百年来获得无数称赞 他的才能也是十分出众 甚至于和纪晓兰的铁齿铜牙也不相上下 当初乾隆曾突发奇想地问刘庸 大清一年生多少人死多少人 这个问题着实难以回答 但刘庸却巧妙化解并且有理有据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围集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刘庸的故事 半君如半虎 出言必诛击 早在为政江宁时 百姓们就交口称赞刘庸道 少时之江宁府颇以清界持宫 明波海内 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意 以致包孝肃必知 与他同朝为官的原媒 也称赞刘庸是先生夺人 苦治救人 在他辉煌时 曾一人兼职公部与吏部尚书 吏部与兵部尚书 六部尚书 刘庸独占其二 足以可见乾隆皇帝对他的信赖 乾隆皇帝驾崩后 刘庸摆脱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命运 他没有像和尚那般人头落地 还遭到百姓唾弃 而是继续被中用 以至于嘉庆皇帝起嫁热和 还任命八十多岁的刘庸再经理政 为人正直的刘庸 能受到两任皇帝的青睐 并且善始善终 必然是有自己一套方法的 每次与皇帝对话时 刘庸都会在不违背原则 和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 让皇帝龙言大悦 众所周知 号称十权老人的乾隆 每天都有千奇百怪的问题和想法 不过 这可难不倒博学多才的刘庸 有一次 乾隆突发奇想 故意问刘庸 警示九门 每天出多少人 又近多少人 对于常人而言 面对这样的刁难 肯定是哑口无言 毕竟 偌大的北京城 每天进进出出繁忙异常 即使是在门口值班的港哨 不经过计算 也很难得出结果 刘庸每天忙着处理政务 根本不可能有时间 去关心城门的进出情况 这可难不倒大学士刘庸 他稍思考片刻 便做出回答 禀皇上 两人 乾隆只觉得刘庸在满口胡言的戏耍自己 不等乾隆发问 刘庸不急不慢的解释道 晚岁 我说的不是两个人 而是两种人 男人和女人 乾隆是个好面子的人 他提出这样的问题 就是要让刘庸哑口无言 获得优越感 自然不能让刘庸在自己面前大出风头 紧接着乾隆又问 那我大清国一年生多少人 死多少人 这明摆着是乾隆存亲 要刻意为难臣子 于是刘庸又表现出一副 气定神贤的样子 说 生一人 死十二人 机敏的刘庸 连忙做出解释 声称自己是按照鼠像说的 好比当年是虎年 那么所有出生的人 都是一个鼠像 都是属虎的 至于死十二个 则是因紫鼠 丑牛 银虎 卯兔等组成的十二生肖 每一年中 每个鼠像都会有人去世 刘庸的回答确实有点绝 如果说个具体的数字 即使是真的 皇帝也可能认为是虚报 或者觉得刘庸在逞能 而且死的人太多 皇帝会认为是刘庸在讽刺自己无德 常年陪伴在君王身边 确实是比普通人机会更多一些 毕竟自己的功绩都被天子看在眼里 机遇增多的同时 也意味着危险 天家喜怒无常 可能不经意的一句话 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所以回答任何问题 都要慎之又慎 大家最喜闻乐见的 还是刘庸与清朝第一大滩 和珅的那些趣事 他们二人 一个刚职不阿 一心为民着想 另一个对上阿谀奉承 对下激进盘剥 凑在一起 定会迸发出别样的火花 和珅贪赃王法 他家里的金银财宝堪比国库 而和珅的家底 要么是中保私囊 要么是搜刮底层官员得来 但这些钱归根结底还是国家的 钱都去了和珅家 再加上乾隆交奢银翼 国库自然会出现空虚 某一年底 有官员在朝堂上 向乾隆汇报国库的情况 乾隆听见国库银两 所剩无几时 非常的纳闷 大清良田万寝 仅仅是江南地区 每年交来的赋税 也足够维持国家运行 乾隆找来刘庸问他 国库里的钱都流向了哪里 刘庸回答道 掉河里了 乾隆还以为是都用在了治理黄河水灾上 修缮堤坝 镇际灾民上 于是打趣道 怎么不去捞起来呢 刘庸说 和珅呢 用和珅的话音回答 身为上书的刘庸 当然知道很多钱都用在了皇室的开销上 但他总不能说 皇上 您六下江南给花了 而和珅平日里就贪污受贿 任人为亲 他和皇帝的关系还不一般 即使有确凿的证据 也不能把矛头对准和珅 倒不如用幽默来化解尴尬 如此一来 刘庸既回答了乾隆的问题 还不会被人抓住任何画柄 逢凶画集 保全性命 乾隆为了修上宫殿而去拆除陵墓 不是一次两次 不幸的是 他每次都被刘庸无情拆穿 有一回 乾隆为了得到上等的金丝楠木 竟然派人去拆了长陵与永陵的庄子 这次刘庸知道后 没有再惯着乾隆 直接在群臣面前揭露了这件事 身为天子 乾隆应该起到遵纪守法的带头作用 但他制定的法律 却自己去打破 实在不该 当刘庸提出这件事后 乾隆非常为难 看淡 贵为九五之尊的他 总不能真的去偏远地去流放自己 于是 机灵的乾隆想出了一个点子 发配江南 乾隆在位期间 对江南美景美色情有独钟 即使国苦亏空 他也要烟花三月下扬州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去江南游玩一番 这样既受了发配之行 还满足了自己旅游的愿望 重要的是 这样不会被大家唾骂成 只知道游山玩水的昏君 乾隆这次下江南 与以前的心情截然不同 他憋着一肚子气 一直想找机会收拾刘庸一顿 所以乾隆出发时 特地让刘庸跟在了自己的身边 有一回 刘庸陪着乾隆乘船去打水围 偏州在宽阔的河道上悠然前行 大家都沉浸在这美不胜收的景色之中 表面上乾隆与刘庸有说有笑 可他始终想找个机会整整刘庸 他问刘庸 爱卿 你说什么人最终 什么人最孝 刘庸一听就知道 皇帝南游人的老毛病又犯了 专治不服的他立刻回应 禀皇上 臣对君最终 君让臣死 臣不得不死 子对父最孝 父让子亡 子不得不亡 乾隆听见后心里乐开了花 因为这正是他要说的话 乾隆大笑起来 刘爱卿果真是聪明无双啊 朕有一事相求 不知情愿一否 看着乾隆这副笑呵呵的模样 刘庸知道真正的难题要来了 乾隆毕竟是君上 刘庸又刚说完那番豪言壮语 听到乾隆有所求 只能硬着头皮说了一些 诸如愿意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之类的话 乾隆脸色一变 收起了刚才的笑模样 对刘庸说 朕要你去死 刘庸揣着明白装糊涂 怎么个死法 乾隆面部阴沉的说 投江 刘庸听完后 没有片刻迟疑 马上从甲板走到了船头 只是站在那里 并没有丝毫的动作 乾隆看见刘庸迟迟不跳 关心的问道 爱卿 为何不投 刘庸一脸正经的说 万岁 陈在船头看见屈子 他对陈说了好些话 乾隆想看看 刘庸还想耍什么花样 着急的问 都说了什么 屈子说 刘庸啊 你为啥想走这条路啊 我当时乃昏君无道 被迫投江而死 眼下你主圣名 等无道之时再找我也不迟 刘庸的这番话 憋得乾隆面红耳赤 半天没有吱声 如果乾隆继续劝刘庸投江 就证明他和楚请湘王一样是无道的昏君 而大清也会重蹈当年楚国的覆辙 刘庸再一次用他的机领化解了危机 其实历史上的乾隆对刘庸还是非常不错的 如今坐落在北京礼事胡同129号的刘庸故居 就是乾隆赏赐给他的 次帝这样的殊荣 极少有人能够享受 足以说明刘庸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 听见社会的君王 为了更好的对老百姓宣传自身地位的正统性 经常借天命而言行事 自秦代至今传国玉玺上就写着 寿命于天 寿寿永昌 执政者是老天爷外派到世间 管理老百姓的特使 古时候的江湖术士 经常进出于达官显贵世家 假如能抱上皇上的大腿 那么就更厉害了 在历史上 由于投过皇室的原法 而声明确起的神棍不要太多 例如唐朝的袁天罡 李淳风 明朝的姚广孝这些人 但是拍皇室的马屁 拍好了虽然前程远大 如果拍不太好 可能就需要随时随地掉脑袋了 乃至连亲人朋友都是会受拖累 清代时有一位大师名叫智天报 给乾隆皇帝看命 大清国有八百年国运 您可以活到八十岁 乾隆却说 斩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未及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智天报的故事 弄神鬼 狼中成大师 他高一线人 只是一个江湖狼中 从小游手好闲 不学无术的他 做什么事情 都想着要耍小聪明 搞滑头 因此得来了智天报的外号 长大后的他 成天东走走西逛逛 不知从哪里打听到 当郎中可以赚大钱 一听到钱 智天报可就坐不住了 出生在中医世家的他 小时候也看过父母 替别人抓药好卖 于是他依靠着自己 记忆中的中医知识 开了一家自己的小药铺 照着葫芦画瓢的 给别人好卖 开药方 按理来说 这种伎俩很快就会被 懂行情的人 或者同行发现 但智天报 拥有过人的语言天赋 靠着他有嘴滑舌的口才 去看病的人 对他十分信服 有人曾经去他铺子里闹事 说开的药方根本没有效果 智天报便和他解释说 这病是慢病 得慢慢治 这药性子也是温和 给你换个我自制的神药 包你七日之内必好 但所谓的神药 不过就是一些昂贵的 可以大补身体的中药材 无论是谁吃了这些大补的药材 身体状况都会有所改进 但不懂行的人们不看重过程 他们只关注结果 大家看到那个人的身体状况 确实得到好转 人们便对这郎中深信不疑 民间还广为流传说 有位智天报郎中 病看得好 人还良心 一来而去 智天报这位良医便被大家熟知 名声也传得更远 凭借多年行医 智天报也收获了不少的财富 宅院 美妾 甚至还收了一个所谓的徒弟 张九霄 若是他肯就这么安稳生活 想也可以获得一个好结局 可贪心如智天报 自是不会满足的 想到普通百姓 拿不出太多的报酬 没有多少油水可榨 智天报便开始将心思 打到了官员身上 因为不具备太多的药理知识 智天报刻意避开了 那些懂一理有文化的官员 将目光锁定在了那些 文末不通的武将身上 一般来说 朝廷中的武将只知一心练武 征战沙场 对于书末文章都不感兴趣 更别提示医学方面的知识 基于此 智天报便开始用三寸不烂之蛇 骗武将官员大批购买珍贵药材 结结实实地从中赚了一笔 或许是亏心事做多了 每次听到官员们喊智大师 智天报的心中都有些心虚 要知道 历朝历代 因官员受到牵连的江湖术士 不在少数 为了自保 也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 智天报试图开始寻找更好的目标 以求安稳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听身边官员说起 乾隆皇帝年老后 迷上了风水八卦 尤其看中八字命理之说 得知这一消息后 智天报自认找到了最好的出路 他想着 与其与这些五官纠缠 不如直接去拍皇上的马屁 一旦成功 金银财宝不在话下不说 兴许还能落个一官半职 一次不经意的机遇 智天报从一位高官嘴中获知 现如今的乾隆皇帝 由于年龄越来越大 也逐渐封建迷信起 风水学八字命理之说 有许多风水学大伙 入了他老人家的渐心 得到前程远大 如今京都许多达官显贵 都非常讨好这种大师们 说者无疑 闻者有心的 智天报 黄若被连通了任督二脉 我能拍皇上的马屁啊 假如我可以获得皇帝的欢喜 我这大师之名不就完全牢靠了没有 乃至假如龙岩大月 我这大师很有可能成智侯爷了 但是县里的一个小小的大师 怎么可能跟趾高气昂的乾隆皇帝 搭话关联吗 智天报慎重考虑之后 感觉最好的方法便是献书 假如自身能编一本跟大清朝运有关的书 在书中好好地拍一下大清国和乾隆皇帝的马屁 一定能够让皇帝龙心百悦的 智天报是规范的行动派 想起了之后就逐渐下手笔耕耘了 经过了一个月废寝忘食的研究 他自己编写了一本吹捧皇上的书 还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大名 大清天定运术 为了更好地给这本书提升光运 他还假称 乾隆皇帝27年 自身在大象牙挖药的情况下 碰到老主显盛 老祖宗交给了这部天书给他们 书里注明了大清国和大清国全部皇上的八字命理运术 并且把这本书拿给当时跟着自己行走江湖的徒弟张九霄看 他对张九霄说 这本书里写的内容是上天告诉他的 里面就是清朝的命数 对于大清以及乾隆极尽吹捧 并且还预言大清的国运 能够享有八百年之久 除此之外 他还对乾隆的年寿进行了预测 声称乾隆皇帝能够活到八十岁 张九霄跟着至天报 也做了很多年的事 对他的为人很清楚 所以对他的话将信将疑 但至天报诱惑张九霄说 如果他和自己一起将这本书进献给朝廷 就将自己获得的财富 地位分给他一半 并且保证对张九霄苟富贵勿相忘 即使是头脑清醒的张九霄 听到这么有诱惑力的条件 也动了心思 这书写成之后 至天报就带赏书 和自身的弟子张九霄回京了 正巧碰到乾隆皇帝 要去皇陵帝宫夜拜文帝 向文帝讲述 自身上台44年来的国父民强 万国来朝 打听到这一消息后 至天报就带赏张九霄 很早地等在去皇陵帝宫的庇游之路上 由于担忧 万一经了圣驾 书还没有奉上 便被御前侍卫给咔嚓了 便和张九霄说 现在是让皇上认识自己的最好时机 这样的大好时机 以后一定会得到重用的 于是便怂恿张九霄去 等见到张九霄献书取得成功后 至天报就带上他返回了家中 心里乐滋滋的等待乾隆皇帝的册封 至天报怎样也想不到 他等来的并不是册封 而是一道斩力绝的斥令 连秋后问斩都无需等了 陪他一起上道的 还有他那个傻弟子张九霄 原来这至天报说 大清国媲美周王朝国运有八百年 而乾隆皇帝能活到八十岁 能够当政五十七年 在支天报来看 这马屁拍得早已十分洪亮了 虽说八十岁在那个年代 已经算是非常长寿了 但是作为一名皇帝 往往是希望能够长生不老的 因此说乾隆能够活到八十岁 这并不是一种祝福 反而更像是一种诅咒 此外 至天报还在书中预言了清朝的国运 而一国之运 又怎么可能是他一个草民 所能够定下的呢 并且八百年的时间 虽说的确很长 但是却也说明了大清朝终将灭亡 这怎么能够让乾隆不为之发怒呢 于是 当时的乾隆以及随行的一众大臣 皆认为至天报在书中所言 实属妖言获重 罪不容诛 于是最终至天报和张九霄 谁也没有逃过被处死的命运 都说语言是一门艺术 在适当的时机 说适当的话语 是许多人们所努力练习的一种技能 至天报就是一个反例 拍马屁 最后却没有想到 拍到了马蹄身上 他自己耍小聪明一辈子 最后那些小聪明 不仅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还害了自己的妻子和徒弟 因此 我们要以此为戒 说任何话之前都要三思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